他失误 压到左半场以后 他这个回球还得顾及自己右半场的这个空档 防止这个陈金来供自己的这个空档空档位 对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对孙万虎呢是一个很大的牵制 是的 陈金呢刚才这个基本路子是明确了 大比分领先啊17比6 还是左半场 哎呀 这次呢陈金被孙万虎给清掉了一个 嗯 7比17 非常轻松的一个投顶的点杀对角 对于这场球我们看到双方的实力还是比较悬殊 所以曾经在场上就显得比较轻松 其实在控制能力上这个孙万虎呢就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对 其实你看这几个球 陈金本身就不是喜欢那种进攻的 还是属于一个拉掉手中反攻这样的打法比较多 嗯 可是这位孙万虎 他自己的特点也不明确 那么有些球还尽量还送给这个陈金去主动去控制 嗯 所以这样的球的话我觉得应该很难有有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陈金根本也不会去用很大的力量去杀球 对 还是以这种点杀批杀 然后把这个落点把它掌握好 那么从三场比赛的情况来看陈金应当是最轻松的一场 对 哎呀出界了 8比20 有点准备 因为领先的比较多 对 可以有11个 局点 用不到11个了 直接就结束了 21比9 比较轻松的 是 是拿下了第一局 没有任何悬念 对 好 等一会儿呢 我们再回来 继续欣赏第二局的比赛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来关注 陈金和孙万虎的 第二局的比赛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 陈金是21比9 比较轻松的 拿下了第一局 确实是 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呢 陈金呢 不论在技战术上 还有 他的 在今天场上的 这个发挥表现的情况来看呢 都应当是 在孙万虎之上 孙万虎呢 应当显得还是比较稚嫩一些 这也是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中国队打得最轻松的 一场比赛 在今年的世界大奖赛里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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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